第205集 应酬结交宫里的嫔妃做什么 程太后微微直起身子 招手叫着李小暖 你过来 坐这里 有件事啊 我正好要问问你 李小暖忙转到榻前 侧着身子坐到榻檐上 满眼不安和惶惑地 看着程太后 程太后失声笑起来 指着李小暖转头 看着周景然 你看看他这样子 我还没说话呢 周景然 看了李小暖一眼 笑着 答着太后的话 阿奔又胡闹了 那倒不是 前儿 你让人送的那对金丝雀啊 我想着是南边的东西 母亲必定喜欢 就让人送到瑞子堂 孝敬给母亲了 昨天一早啊 母亲就打发人来 说要再讨一对那样的雀儿 可巧 那金丝雀儿就那一对 我不过想问问小暖 换一对旁的鸟雀可撑 你倒说说 换成什么样的雀儿 母亲能喜欢呢 成太后说着 转头 看着周景然解释道 母亲的脾气喜好呀 就属小暖 最知道不过了 李小暖 抬手按了按眉间 心虚地 看着成太后 低声说道 太后 不用费心 不用 再糟蹋了那些雀儿 昨天 我已经让人捉了一对麻雀 送过去了 成太后 惊饿过后 慢慢挑起眉梢 看着李小暖 又是阿笨 这回又胡闹什么了 难不成 把那对金丝雀 给吃了 嗯 炖了汤了 周景然 刚借过那是 奉上的茶 喝了一口 还没来得及咽 一下子喷了出来 内侍忙上前接过杯子 周景然 从内侍手里 拿过帕子 试了试手 笑得脸都红占起来 转头点着乘客 哈哈哈哈 我一向看你是个粗人 如今再看起来 你倒是个极雅致的 乘客一脸苦恼地 看着周景然 成太后 抬手按着额脚 一时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孙贵妃 小心地 打量着众人 陪着上前凑去道 听说 那阿笨 还喜欢私书呢 这可真叫 坟勤主贺了 周景然 脸上的笑容 凝固了一下 渐渐 裂了笑容 转头 看着孙贵妃 突兀地问道 皇后今天好些没有呀 什么时候 诊的脉呀 调了方子没有 用的 还是上次那方子嘛 孙贵妃待了一下 装口结舌地 正在那里 她已经十来天 没去过皇后宫里 请安了 成太后 目光深深地 看着周景然 直起身子 看着孙贵妃 吩咐道 皇后病着 你和大石既主持着后宫 就该多关心些 卖案药方 都要多用些心才是 若是皇后精神不济 倒也不用天天过去请安 免得扰了她静养 可大礼 毕竟不可费 隔个三天五天的 也要过去问个安才是 好了 这会儿时候还早 你们几个 就过去皇后宫里 请个安去吧 孙贵妃脸色苍白 退到代贵妃旁边 引着众人 屈膝告退出去了 李小暖 微微垂着头 眼观鼻 鼻观心地端坐着 皇后梦是 长期卧病静养 就连元旦朝贺 这样的大礼 也称病不出 安静的 仿佛没有这个人 孟家的几个兄弟 却极受重用 孟皇后两个兄长 如今一东一西 驻守北三路 已经是军中 举足轻重的大员 皇宫内园 讲究的是平衡 有宠无子 有子无宠 无子无宠的 娘家便可得适血 李小暖陪着 成太后随意地 说着些家常里短 发愁着老祖宗 对阿奔的溺爱 苦恼着老祖宗 越来越旺盛的 精力脾气 周景然 舒适地靠在 扶手椅上 慢慢喝着茶 也不说话 只听着两人 絮絮叨叨地 说着那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乘客 垂手势力在 周景然身后 无聊地看着李小暖 李小暖陪着 成太后 说了大半个时辰的话 才告退出来 到宫门口 上了车 乘客 揽过李小暖 李小暖 抬手取下 头上重重的步摇 靠在乘客怀里 舒服地 松了口气 乘客 低头在他脸上 亲了一下 滴滴地安慰道 别担心 咱们家呀 锦上添花 烈火朋友 也不过是一年两年 一代两代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李小暖 往乘客怀里挤了挤 似是而非地 嗡了一声 乘客拦紧他 声音里 带着一丝笑意 接着说道 小景今年 不过二十六七岁 就算只活到 仙狂那个年纪啊 也还有近三十年呢 你放心 我自小和小景一处长大 她知我 我也知她 我听你的 往后呀 咱们两个天天循环作乐 看着别人 进宫立业就是了 我不是担心你 是阿笨 李小暖 猝着眉头 滴滴地说道 皇上的性子 过于清冷了 后宫 这一样 你看看 就没个 能和她说得上话的 如今的 黄长子和黄四子 你看看 姑母呀 根本看不上 那两个孩子 我也看不上 阿笨 是个极聪明的 我是怕 李小暖 抬头看着乘客 她胡闹些 我也没管她 这会儿 胡闹比董事好 主若陈强啊 乘客 沉吟了半赏 低头 看着李小暖 现在说这些 还太早了 再过个十年八年 再看看吧 阿笨 胡闹就胡闹 有分寸就好 父亲和我商量过了 想了过了年 就让我习了绝 原本 乘客笑了起来 原本呀 父亲打算带着老祖宗 回南边中老 如今呀 倒也不用急这个了 老祖宗有了阿笨 是哪儿都也不会去了 这过了年呢 我先陪你回趟夏礼镇 前回来时呀 我跟皇上 给岳父岳母请了追风 大约过了年 就能下诏了 我陪你回去一趟 再去上里镇住个几天 然后呀 再玩去杭州府 你不是一直想看杭州府吗 咱们一路呀 玩过去 还有苏州府 李小暖眼睛亮亮的兴奋起来 好 咱们两个人呢 把两只鹿玩个遍再回来 回来洗了绝 也就不能这么出去游山玩水了 嗯 李小暖伸手勾着乘客的脖子 在他唇上重重亲了一下 乘客低头温柔地吻着他 吻到他耳边 滴滴地说道 你放心 万事有我呢 明年呀 让父亲陪着老祖宗和阿笨 一起回趟南饼 那是咱们的根 还有好多事呢 晚上我和你慢慢说 隔了一天 周景然突然下了一道告封的旨意 到汝南王府 一通顺先帝一意 如何如何 封李小暖为安抚大长公主 李小暖接了旨意 倒有些哭笑不得起来 这大长公主 元征朝历代 都是嫡出长公主 才能得封的尊号 封给她算什么 再说 她要这大长公主的虚名做什么 不过 有了这个头衔 她再进宫 就只要给太后 皇后 皇贵妃三人 见礼就成了 李小暖吩咐蓝初 收了大长公主的那些衣室 车年 兴奋地准备着春节和节后 回去上礼镇的事了 她和乘客商量来商量去 也没人赞成她带上阿笨 乘客不肯带那个混小子 老太妃和王妃 甚至王爷 都异口同声地 担心阿笨太小 可受不得这路上的辛苦 出了十五 挑了一个吉日 乘客带着李小暖 足足带了几十辆车的日常用度的东西 带着轻尾 长髓 小丝和丫头婆子 一行一两百人 浩浩荡荡地 启程上路了 李小暖 看着浩浩荡荡的车队 有些郁闷地 看着乘客嘀咕道 就咱们两个 怎么就收拾了这么多东西出来 要这么多人跟着做什么呀 咱们不是说了轻车简从 悄悄地去悄悄地回吗 嗯 这不就是悄悄地去 这才几辆车吗 哪有几个人的 从前我和皇上去上礼镇亚 明里暗里 上亲的人 李小暖 斜了乘客一眼 不再纠结这车多车少 人多人少的事 转身浮在乘客胸前 笑眯眯地说道 到离京城远了 你带我骑马吧 这春意盎然的好时候 骑马踏春最好不过了 我还没骑着马踏过春呢 好 这容易 你说哪踏 咱们就哪踏去 两人一路上走得极慢 慢慢走 慢慢玩 只走了差不多两个月 才进了秀州地界 年前就赶到秀州府的管事 接触了秀州地界 请见了乘客和李小暖 仔细地禀报着 遵了少夫人的令 先老爷夫人的墓 没敢大修 就是找着原来 略做了些修正 过了年呢 小的看到礼部的追风 又让人在先老爷夫人墓前 依规制 加盖了放祭台享堂 也没敢太过奢华 也就是祭田上头少了点 小的呢 将方圆五里能买的地 都买下了 也没有多少 少夫人看 要不要再阔一阔 买到方圆十里呢 不用了 这些就够了 辛苦你了 李小暖翻着手里的地气 大致算了算 笑着说道 乘客打发走了秀州之州 转身进来 看着管事问道 住处可安置好了吗 回爷 这田窝村没有能落脚的地方 小的就在夏里镇找了家客栈包了下来 已经打发人里里外外擦洗干净了 咱们不过就住一个晚上 这样就行 李小暖拉了拉脸色阴沉下来的乘客 转头看着管事吩咐道 离了夏里镇 我和爷坐船去上里镇 晚上就歇在云浦镇的云间客栈 你去和孙大管事说一声 让他打发人先去准备着 管事急忙答应着 小心地退了出去 李小暖看着管事出去了 看着乘客叹着气 唉 出门在外的 总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 这已经算好的了 我带兵打张牙 露天也睡过 倒不在乎这个 我是怕你住不惯 乘客揽着李小暖 怜惜地说道 李小暖失声笑了起来 仰头看着乘客 一边笑一边说道 我头一趟回田窝村呢 晚上是住在船上的 极小的一只屋棚船 挤了三四个人呢 那个时候住着 觉得真是没有比 那再好的地方了 如今跟那个时候比 也是没有比这 再好的地方了 再说 李小暖伸手挽着乘客的脖子 满脸笑语 声音软软甜甜地低声说道 跟你在一处 在哪里都是最好的地方 乘客低头 抵着李小暖的额头 满足地叹了口气 隔天一早 天边刚刚泛起于杜白 两人就离了客栈 坐了轿子 往田窝村赶去 田窝村里早就安排妥当 李家族长年近七十的李老太爷 带着合族的人 半夜就赶到了田窝村祖坟地头 等着李小暖和乘客了 李家祖坟这风水 看来真是醉忘姓李的女子 李老太爷伤感地 看着祖坟地感慨着 年轻忘姓李老夫人 那份尊荣 虽说她也被月舟之舟 专程请了过去 荣烈其中 虽说 先李老夫人是李家的姑娘 可说到底 那是古家的荣耀 腰杆挺得最直的 是那古老头 李老太爷这心里 总是酸溜溜的 不是个滋味 这刚过了年 又是一个李家的姑娘 好歹 这回追风的是 真正李家的子孙 虽说 这还是托了李家姑娘的福 可到底不一样的多了 如今李家的姑娘 倒是个个抢手了 可这李家的男儿 也得有个出头冒尖的才行啊 到底家族振兴 靠的是男儿 乘客下了轿子 也不理会 跪了一地的官员祖老 回身捧了李小暖下来 才抬手示意着 起来吧 不必多礼 我陪那子回乡祭祖 该遵家里才是啊 李老太爷 堆着满脸笑容 眨眨眼睛 忙转头 看向越州之州黄大人 黄大人拱着身子 极客气地让着 老太爷请 这汝南王世子和大长公主 回乡祭祀 却要尊家里 这要哪能个尊法 他也没头绪 更做不了主 李小暖含着笑意 看着眨着眼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众人 忙笑着说道 家父家母的坟营 一向是我大伯照应着的 今天还是请大伯 过来主持着祭礼好了 李老太爷 眨着眼睛 急忙转头 看着旁边的儿子 儿子奔出去 不大会儿 引着六十来岁的 树小老者 急步过来 李小暖忙事一拦出 拦出会议 急步过去 扶着老者 笑着说道 老太爷慢一些 要是磕着碰着些呀 可就是少夫人不笑了 李老太爷 尴尬地放慢脚步 拱着腰 恭敬地 扶着大伯 李小暖迎前两步 笑盈盈地屈膝见着李 给大伯见李 好些年没见了 大伯看着还硬朗得很呢 大娘的身子可好 大伯停住脚步 仔细看着李小暖 一张脸笑得 如同盛开的菊花 哎呀 是阿牧家小暖回来了 是 李小暖 清脆地答应着 上前扶着大伯 指着乘客 笑嘻嘻地介绍道 这个 是阿牧家女婿 乘客 满脸惊奇地 看着李小暖 听了李小暖的介绍 急忙 长衣见着李 啊 乘客 见过大伯 大伯 仔细看着乘客 转过头 看着李小暖 迟疑地问道 不是说你家的是位王爷吗 这么年轻的后生 这看着可不大像个王爷呀 大伯别管像不像 咱家的是人 又不是那王位 你只看人好不好 李小暖一边笑 一边认真地说道 大伯又仔细看了看 嗯 倒是个好后生 黄大人上前半步 满脸笑容地凑去道 老太爷呀 这可是个真正好的后生 能文能武 去年凭了北三路叛乱 把北边的强盗打回老家的 就是您这位 执女婿呢 大伯愕然地看着笑容可居的黄大人 一时紧张地不知如何答话 李小暖明了地笑着 扶着大伯让着黄大人 一边往前走 一边问着大伯 大娘的身子可好 两个嫂子呢 您又添了几个孙子孙女了 哎呀 就添了两个男鸭子 倒是添了三个女娃子 你大娘呢 走了 前年就走了 一场病没留住 这走之前呀还惦记着你呢 大前年我去了趟上黎镇 听说呀 你跟着谷家进京了 这王后的事情就没打听着 也不知道你好不好 就是前年呀 怎么村里来了个大爷 才听到你的信 大伯蓄刀地说着话 李小暖脚下至了之 低声说道 等会儿 大伯带我去给大娘 上炷香吧 哎 听到了你的信啊 我就过去跟他念叨过了 他活了五十多岁 也是喜丧 年纪大了 都得走 你也别往心里去 啊 别难过 嗯 李小暖 滴滴地答应着 一行人 一行人走到李庆山和李莲氏坟前的响台前站住 响台周围 站满了护尾 肠随和小思 大伯引着李小暖和乘客行着磕拜礼 黄大人和李老太爷领着众人跟在后头起起伏伏地磕着头 周围虽然乌鸦鸦站满了人 却是鸦雀无声 只有大伯叙叙叨叨地念叨着 阿末呀 小暖又来看你了 小暖女婿是个好后生 小暖 长大了 李小暖记了李庆山和李莲氏 站起来 双手合十 闭着眼睛 暗暗祷告几句 又转过去祭祀了大娘 才退出坟地 李小暖歪头看着乘客 嘀嘀地说道 我想去大伯家喝杯水去 你去不去 嗯 乘客含笑答应着 李小暖笑着和大伯说了 挽着大伯 乘客紧跟在李小暖身后 黄大人和李老太爷等人紧随其后 一行人进了村子 一路往大伯家院子里走去 乘客端着城满热水的大碗 站在院子里 看着坐在小凳子上 一边一口香甜地 抿着碗里的茶水 一边和大伯说着话的李小暖 想不明白 这么脏的碗 这么脏的水 小暖是怎么咽下去的 李小暖将置下的祭地 托给大伯管着 细细地和大伯交代了 这些天哪 除了一年四季的祭祀 旁的大伯看着 分给村里贫困孤寡之家吧 若有爱念书的孩子 也资助一些 就交给大伯管着就是 隔个一年两年的 大伯就打发大哥大嫂 或是二哥二嫂 进趟京去 去汝南王府找我去 说说话 说了一刻多钟的话 李小暖才起身告辞出来 命人叫了李老太爷 回到客栈 叫了管事 过来吩咐道 你和李老太爷商量着 这些四田 再找一处合适的地方 建出书院出来 都交给李老太爷 同宗管着 李小暖转头 看着李老太爷 温和地说道 先李老夫人常跟我说 李家聪明肯学的孩子不少 只是过于穷困了 李氏族里又无力供这些孩子读书 李家才一代的凋零至今了 我如今治了这些田产 就当作书院的供给 往后 李家子职都可以进去读书 你和几位长辈商量了 置个章程出来 往后啊 就列到李家族规里去 这才是长久之法呢 李老太爷急忙答应着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妥当 李小暖也不和他多话 又交代了管事几句 就让人送老太爷回去了 第二天 直到沉默时分 两人才收拾停荡 上了船 乘客吩咐随行护卫的船只 都跟在后面 两人悠悠然 坐在窗户四开的船舱里 李小暖指着沿岸的景物 笑着和乘客叽叽咕咕地 说着从前年年清明 回来扫墓的种种见见 暮春暖阳 懒懒地罩着 夹着两岸花草香味的微风 吹过船舱 轻轻扬起 李小暖长长的群聚 傍晚时分 夕阳红红地罩着 染得水面一片灿红 船头划破水面 激起无数碎金片绿 跳跃舞动 乘客揽着李小暖 迎风站在船头 远远的 已经能看到云浦镇了 自岸上随行的护卫 和打前站的管事 婆子丫头 早早地就赶到了云间客栈 已经打扫收拾妥当了 云间客栈的码头上 客栈孙掌柜紧张得额头冒汗 跟着几位管事伸长脖子 等在码头上 从接了大掌公主和世子爷 要住到他这客栈的信 从里到外 他就没片刻安宁 这天下数得着的尊贵人 点名了要住在他这客栈里 这真是祖上有德 往后他这客栈 这云间客栈 可就是闻名天下的客栈了 孙掌柜咽了口口水 伸长脖子 看着远处那一串黑点 来了 孙掌柜又咽了一口口水 从接到信起 还没等他打发走客栈里的客人 秀州知州黄大人就赶到了 他这辈子还是头一回 见着知州这样的大官 还有位大人 也不知道是谁 看黄大人那恭敬的样子 只怕是杭州府 或是京城的官 那客栈也轮不着他打扫了 他的客栈也不让他进了 先是几位大人 后来是那些管事婆子 听说这大长公主 是夏里镇李家的姑娘 这李家真是祖上有德 这嫁出去的女儿 还一个个的这么照顾娘家 先投上里镇的李老夫人 这回是大长公主 这姓李的姑娘 怎么又成了皇家的公主了 孙掌柜的胡思乱想着 眼看着那一长串的船只 缓缓地靠在码头上 孙掌柜重重地咽着口水 悄悄地在衣服上抹了抹 满手心的冷汗 紧紧盯着旁边的管事 半垂着头 也不敢看船上 只紧盯着那管事 他进一步 他也进一步 他停 他也停 他长衣 他也长衣 一脚月白丝绸长衫 移到眼前 旁边一个温婉柔和的女子声音 像是在和他说话 劳烦孙掌柜了 不烦 不烦 孙掌柜急忙摆着手答道 乘客笑起来 转头看着管事吩咐道 多给些银子 只怕呀 他这个客栈这几天都没做生意了 别亏死了他 管事答应着 拉着孙掌柜往后退了半步 李小暖转头看着四周 指着拴缆绳的时装 笑着说道 这里还和十年前一样呢 倒没变 那个时装还在这里 我出府那年回来的时候啊 昭云就是躲在那时装后面 跟着我进了客栈 后来就跟了我了 乘客转头 看着那根半人膏 粗漏古旧的时装 挑着眉梢 笑着 点点头 这是他的福分 若不跟了你 哪有今天的际遇呢 如今京城 厚德居的云大掌柜 说起来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了 乘客想着当年 厚德居年年不挣钱的尴尬 扬声笑了起来 低头说着话 揽着李小暖 缓步进了客栈 第二天 两人起了一个大早 到上里镇谷家码头时 不过四出刚过 谷家族长 古老太爷 越州之州黄大人 两这路 宣服使寒大人 谷家管家等人 将狭小的码头 挤得满满的 李小暖戴着围帽 扶着乘客的手下了船 跟着已经归乡养老的孙嬷嬷 静止去松丰院歇着了 乘客和古老太爷 黄大人 韩大人等人见了礼 让着众人进了谷府 陪着众人吃了午饭 将周夫人托付的事情交代了 又应酬了半天 才送走众人回到松丰院里 谷家后院里 满堂的连夜刚刚舒展开 浮在壁清的水面上 清新的让人心痒 两人在谷府后院里 四处闲逛了一下午 直到傍晚才回到松丰院 吃了饭歇下 第二天一早 乘客和李小暖一身束缚 出了谷府 上了车 往古家祖坟去了 乘客先带皇上 祭祀了李老夫人和古志恒 才和李小暖一起祭了两人 李老夫人没有和丈夫合葬 而是埋在了古志恒墓地后面 一如生前 母亲站在儿子后面 怜爱而骄傲地看着儿子 看着他一点点长大成才 李小暖站在李老夫人墓前 看着墓地后 已经郁郁葱葱的松百林 待了片刻 转头看着乘客低声说道 我想和老夫人说几句话 乘客点点头 我倒想他那边等你 乘客抬了抬手 周围随事的丫头婆子 轻手轻脚地往后退去 只留了李小暖 孤单单地站在李老夫人墓前 李小暖拎着裙子 往前走了几步 跪坐在墓碑前 伸手抚着墓碑上刻的红字 这个世间 疼他最多 知他最深的人 已经成了墓碑上的红字 这些年 他总恍恍然觉得 如果有一天 他回到上礼镇 回到瑞轩堂 他还在那里 笑着 叫着他 小暖回来了 李小暖 头抬着墓碑 眼泪如滚珠般落下来 半晌 才抬起头 带着泪 低声说道 老祖宗 小暖回来了 你让我做的事 我都做好了 年前 他们都告诉您了 徐家 回乡下 祖宅住着去了 就跟咱们当年一样 不过 您有希望 有媳妇 有孙子 孙女 有小暖 他们没有 他们只有个儿子 我已经让人 把他给淹了 老祖宗 您因为儿子受过的煎熬 他们正在受着 您说过 死 其实不苦 苦的是活着的人 我就让他们活着 李小暖 长长的吐了口气 手指无意识的 划过墓碑 仰头看着青砖垒成的焚盈 沉默了半上 往前挪了挪 仿佛要靠老祖宗更近些 声音压得滴滴的说道 老祖宗 说不定 您就在哪里 听着我说话呢 我看不见你 可您 肯定能看到我 我知道 神真的有魂魄 李小暖 顿了顿 仿佛在想着 怎么说才好 老祖宗 您走了没有 您在听我说话吗 老祖宗 我不是小暖 不是李小暖 我其实 是一缕魂魄 从一个 您不知道的地方来 就像一个 没喝孟婆汤 就转世的人 带着前世 所以 我比别人聪明 我比别人聪明 老祖宗 您还在吗 走了没有 昨天 我回去 我回去寄了父亲母亲 还有 小暖 小客 给父亲母亲 请了追风 我已经给小暖 做了好多场 祈福法会 希望她下一世 幸福美满 比我活得好 我还让人 给李家建了族学 买了族田 好公族内子弟读书 老祖宗 我就是李小暖 是李家的姑娘 和您一样 李小暖 长长的 舒了口气 站起来 看着坟营 告辞道 老祖宗 我要回去了 下次来看您 就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了 小客回去 就要成了王位 王后 我就出不了京城了 老祖宗 您放心走吧 我会守护好骨架 像您那样 守护着骨架 我走了 李小暖往后退了一步 又退了一步 正要转身 坟营左边 突然悬起一阵 剧烈的旋风 卷着土 卷着那些 烧成灰烬的纸钱 卷成直直的一条 呼啸着 冲向天际 乘客两步越了过来 把李小暖往后拉去 李小暖倒在乘客怀里 眼睛紧紧地 盯着那股旋风 哽咽着叫道 那是老祖宗 是老祖宗 他听到我说话了 他走了 乘客满眼敬畏地 看着已经远入天际的 那股旋风 弯腰抱着 气不成声的李小暖 大步回去了 下午 李小暖一觉醒来 乘客正坐在床边 看着一本书 见他醒了 忙扔了书 低头看着他问道 哎 好些了没有呀 嗯 好了 李小暖支起身子 什么时辰了 深屎了 乘客见李小暖 神情舒缓 放下心来 笑着说道 刚才呀 管家来说过 今天晚上呢 震里要放烟花唱百戏 听说呀 是镇上的几户 大幸出的银子 就是为了庆祝 你这古奶奶 回了娘家 花开春暖的录制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但是小暖和乘客的故事 却在我们心中 慢慢前行着 感谢大家 这么长时间以来 对可乐糖和栗子的支持 以后 还会有更多精彩作品 会奉献给大家 希望可以继续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